為了提醒民眾肝臟檢查的重要性 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就在31日當天上午 在繫紙區的秀豐高中 舉辦健康嘉年華活動 現場提供免費肝病抽血篩檢 和腹部超音波檢查 繫紙區各裡的里長也大力一起宣導 號召李明一起來檢查顧健康 今天是來參加我們健康嘉年華 原來這麼簡單 有一句口號是今年超的沒 這是我們一些對肝有問題的人 他今天有我們這個李毅林基金會 來我們繫紙來辦這麼大場的 一個肝癌痠險的活動 當然這個有配合很多的單位 那我們繫紙區里長連儀會 所有的里長都有動員 我們各里的李明 如果說對肝臟有問題的人 今天可以趁這個機會 來這邊來做一個免費的衰減 當天活動現場人潮滿滿 有許多民眾在排隊等待抽血 進行各類肝病檢查 除此之外 現場還有許多闖關活動和摩采活動 讓民眾來參加肝病檢查時 也能透過一系列的闖關活動和小遊戲 了解更多的健康和生活知識 還能拿到許多精美的小禮品 所以說自己是念教的 其實到現在五十幾歲 我完全沒有做過健康檢查 蛤 一次都沒有 真的 沒有 健康檢查 對 其實呢心裡有想 但是我想 可能跟很多人原因都一樣 工作忙碌 或者是臨時又覺得 老實講 心裡上好像會有點害怕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你在怕什麼呢 邊害怕 唉唷 就怕說 萬一 我做檢查還好 什麼都不知道 對 萬一檢查出來 怎麼辦 會有這種鴕鳥心態 也就呼籲我們全民呢 大家要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 特別是很多的器官是都不會說話的 他不會抱怨 所以等到他發出聲音的時候 大概我們的身體已經受不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肝醫會 這麼多年來最希望達到的一個目標 就是大家對自己的身體 要非常的愛護 大家都知道肝臟是沉默的器官 因此事前預防和定期篩檢 就非常的重要 請民眾不要畏懼檢查 肝病並不可怕 只要能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就能降低對健康的威脅 也能擁有健康的人生 記者李嘉文戲子 採訪報導